好,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Laravel的Elequin 什么叫Elequin Elequin它就是一种和数据库交互的机制 只不过比较好用 而且比较优雅 然后它就给这个起了一个非常奇葩的名字叫Elequin 那这个Elequin在英文社区里 其实也是一个词不达译的一个词 和它本译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词 它叫口吻的意思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大家知道就行了 它只不过是Laravel用于交互数据的一个机制 叫和数据库交互的一个机制 那它怎么就好用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首先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数据库 同学们可以用运行CMD这种形式 如果在Windows下你就可以这样干 Mac下就更方便 直接用命令行就可以了 说MySQL然后用Root是吧 密码然后直接输什么Path Path是吧,咱们之前用过的 然后咱们说 看一下我们直接用字是吧 我们昨天创建了一个数据库叫什么 MyLaravel,现在我们正在使用MyLaravel这个数据库是吧 我们说show tables, empty set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个一张表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空数据库而已 是吧,大家可以这样使用这一个MySQL 那和我这儿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你看show tables是一样的是吧 no data be selected 它说是没有选中任何数据库是吧 那么就说use,是吧 MyLaravel,然后说show tables 是吧,它说就是一个空级是吧 那么可以把这个关掉 大家其实哪个都一样都可以用 只不过在上课的时候呢 大家看的更清楚一点是吧 show tables,一般我们做几乎是所有的项目是吧 我们都需要一个表叫users 那users它的作用就是储存用户的数据是吧 和用户的状态 好,那我们开始创建user表 create table是吧 table,users,users 然后user id是吧,user id user id什么呢,int就行 int,not,no,不能为空是吧 no,什么order,inferment,是吧 username,username,给用户名是吧 这个就用什么varcar是吧 那这个255,255就可以 行,那我们说这个也是not,no 用户名不能为空 我们再给一个年龄吧 简单一点就只有就给这几个是吧 就给这三个就行了,int,可以了 这个可以为空是吧 那我们说指定一个primary key是什么呢 就是user id是吧,user id 好,我们说,engine,engine是什么呢 inodb,inodb,inodb,是吧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这个创建表语法 是吧,这个地方内容并不是特别多 是吧,大家,哪怕你现在如果不会 你可以照抄,然后完了可以再去看一看 mysql的这个教程 是吧,这个的意思就是创建一张表 这表里一共有三个字段,user id,username和age 是吧,用户id,用户名和年龄 是吧,我们说主件是user id,也就是说user id是不可重复的 是吧,我们看一下,现在show tables,你看它现在出现了一个users 是吧,没错,那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让leravel和这个表交互呢 和这个数据库交互呢,users 那users其实它代表的是个什么呢 我注视一下啊,users它其实它的实力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实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user 是吧,也就是说这张表它不是有很多记录吗 每一条记录它代表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user,是吧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myleravel 我们的这个项目根本录下,里面有个app 那我们可以用artisan直接去创建这个 php artisan 然后make 创建什么呢,创建一个model 一个model就是一个实体 比如一个model,什么呢,user 一个user,一个user model 好,创建一个 错了,因为我现在,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目录呢,并不是我们的项目目录 是吧,我们要进一层cd到myleravel下,是吧 myleravel,好,然后我们再输入什么呢 php artisan make model,创建一个model model叫什么呢,叫user,是吧 第一个字母大写,回车 好,他说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user,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app下直接就有一个user model 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经帮你写,写好了这么多了 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写这些东西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类下 有一个属性 叫table,是吧 那他说user这个实体 他的所对应的table是什么呢 users,是吧 没有问题,因为他自己帮你去把第一个字母小写 是吧,他把字母小写之后 然后变这个表为附属 是吧,他就预测你的表明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错,你就写到这里,没有问题 是吧,如果有错,你就把这里改了 比如说你的表明不叫users,你叫you,是吧 你叫you,当然一般我们都叫users 为什么要命名为you呢,没有必要 第二个属性叫fillable 其实这个fillable并没有 他还有一个属性没有写 他没有写是garden 他有这样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其实更常用一点 因为这个属性就是说 哪个字段是可以被填写的 可以是被liravel程序填写的 哪个字段是被保护的 比如说有的字段,比如id 我们不想user id被重写了 是吧,因为这个它是自动生成的 我们不想让谁去把这个重写了 那fillable,这个直接就删掉 不要就行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fillable 对吧 好 table是users,那没有问题 guarded是user id 还有一个protected 那这个是什么呢 hidden,protected hidden 还有一个hidden 隐藏的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用户的表 比如说我们取出来一个用户的 什么姓名啊,手机号啊,然后用户名啊 然后密码,密码其实我们不需要 是吧,我们一般不需要取出密码 所以我们一般是把它作为隐藏项的 是吧,还有一个remembertoken 这个东西其实是像一个session一样 是吧,它是起到一个确定唯一性的作用 是吧,所以这两项一般是不需要取出来的 那我们这个字段里没有密码和remembertoken 只有两个,一是username 二是age,是吧 那我们可以用username和age测试一下 怎么用这个age 是吧,比如说我们把age 这一项已经藏了 那我们只能看到username了,是吧 那我们现在选择所有的 我们再,我们看一下 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选择吧 哦,from,是吧 from,users,是吧 好,现在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是吧,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插入任何新的数据 我们现在插入几条数据 说是insert,是吧 insert into users,是吧 username,是吧,username和age the values the values,第一个填什么呢 比如说随便填一个 你样填,这个 这个就可以,是吧 那再填一个吧 这个填一个 然后,这个填一个 比如说填一个 好,现在我们看见 我们应该有,我们应该有三个用户了 是吧,我们 先说一下 我们的,就用之前的那条 好,我们看到有 呃,有三个user,是吧 分别是三个用户名,然后三个age 是吧,那好,那现在我们 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路由吧 我们就做一个路由,叫什么呢 呃,做一个路由 我们说,这个路由的名字叫 比如就叫测试吧,test,是吧 好懒呀,我们 function test,就用这个function 来测试,是吧 好,我们说user等于什么呢 啊,这个命名空间下的 user,是吧 等于new,是吧 要new new,这个类,是吧 那我们返回一个什么呢 return user 所有返回 也就是说select all from users,是吧 和那个query是一样的 那user等于new 这个我们之后都会讲 我们现在要看的只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hidden的用法 是吧,hidden的用法 它最后会怎么作用 就是这个属性 它的一个效果 啊,我们用 我们写一个test 好,大家看到 他说 user id 1等于lala 是吧,user id 2 当然都没有错 是吧,现在是user name 都有了,但是没有age 发现了吗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protected 给它注释掉 那好,他就有age了 发现了 你看user name 等于lala age等于20 age等于18 mouhaha age等于30 没有问题,是吧 那如果我们去掉的话 就没有age 是吧 所以这个属性 就是用来指定 我们想隐藏的那些字段的 是吧 好 那我们age是不需要隐藏的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给他一个空字符串 空数数组就可以 是吧 好 那既然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基础用法 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边 来做一些 用一些 我们在这里边做一个方法吧 说叫什么呢 比如说 public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user user test 我们专门用这个 user test 来测试 一些我们 我们要用到的一些很常用的功能 如果我们想返回所有的用户 我们目前数据库中所有的用户 我们直接可以说user this 因为this 什么叫this this就是当前这个类 是吧 当前这个类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 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是user 那就是user表 user this all 它有一个all方法 就是返回所有的 那我们怎么调用这个 那这个这个方法先好了 我们怎么调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路由里去 是吧 那我们这里已经指定了一个新实力 是吧 user的实力 那么说 啊我们可以直接返回 返回 这个实力下的什么呢 user test 就是我们刚才指定过的这个方法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什么结果呢 返回一下 你看它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没有任何区别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想返回某一个特殊用户 那怎么返回呢 我们可以用fine fine呢 fine 比如说我们想找第一个用户 第一个就是拉拉的是吧 他的user id是1 那我们就抄1 是吧 报了个错 说 没有找到记录是吧 他说user's id等于1 limit1 那其实我们这个不是id 我们是user id 是吧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错了 为什么会错了呢 因为他默认就是以id为一个主件的 那我们的命名不是以id为主件 所以我们这里要指定是吧 protected 就是user id 是吧 user user id 这个应该是一个camel case 是吧 大写的不是下滑线 好 那这下你看 他就只取出了一条数据 就是以user id为1的 这个user fine的1 那fine的2 那就一样 他也是取出第二个用户 是吧 第二个用户是吧 第二个用户叫油 是吧 h是吧 第三个用户 默哈哈 h是三尺 没有错 是吧 好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用户不存在 我们说4 4刷新 把握了个空 那我们有时候不想这样 我们说如果没找到 就就就报错 是吧 没找到就报错 因为没找到的话 程序是执行不下去的 我们以后要用这个数据 是吧 没有找到完全执行不下去 所以报错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说 if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存到一个变量里头 是吧 存到一个变量 然后底下去判断 如果这个变量为空 那么就报错 其实 他这里有更方便的方法就是fine or fail fine or fail 刷新 他说 model not found the exception 他没有找到 他就报错了 那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他没找到就没找到 他就 给你返回一个空就可以了 是吧 好 那我们有时候需要返回某些条件呢 我们返回大于 比如说 用户id大于1的 用户id大于1 或者我们要找到一个用户 他叫默哈哈 怎么办 那么可以说 返回 返回 this 也就是user 是吧 this quare 给一个 给给给给 这个地方就可以 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写条件了 第一个是什么 有username 自断名 username 等于什么呢 好 好 然后这里给一个get get 也就是说我的条件说完了 你给我取吧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他就等于这个 是吧 默哈哈 他这个地方 如果你传两个参数的话 他是说是默认 他默认的是这个等于这个 那是有时候我们不想这样 我们说不等于这个 或者大于这个 小于这个怎么办 比如user id user id 我们说要大于几啊 比如大于1吧 是吧 也就是23 我们想挑的是23 所有大于1的用户 那user id 我们说要大于1怎么办呢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到三个参数 是吧 第二个参数就传大于 大于就可以 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get 小心一下 我们看到 user id2 user id3 是吧 他都是大于1的 没有问题 那小 那小于3的话也一样 是吧 没有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1 2 就是没有3 小于3 所以说这样一来就非常灵活 大家可以从这里就是传 传递我们一些动态的参数 是吧 我们可以传递一些动态的参数进去 那有同学说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写这个sql语句呢 我为什么要要这里传这些参数呢 因为他这个不简简单单是取数据存数据 他是一条龙服务是吧 他是从存数据然后取数据然后处理数据然后 回传数据所以我们才会用他并不是说他可以传参数就怎么样 他传了参数然后他他会继续服务为你服务是吧 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他会转移一些敏感的自服是吧 防止一些sql注入和其他的一些公计行为是吧 那我们在之后的课程呢都会非常详细的去讲解这个 Eloquent是吧 Laravel的Eloquent是吧 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那这节课是一个引路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